處理罷工 也有所謂的雙重標準 2016年的時候 我幫大家回憶起那一場罷工 2016年的罷工 剛剛慧永有講 他其實當天6月24號發動罷工 24號晚上就已經達成決議 那一天是誰主持 是勞動部部長郭芳玉 自己坐鎮 馬上迅速在當天 就把罷工事件落幕了 這麼迅速落幕的情況底下 我跟各位報告 華航的董事長總經理被撤換 今天這個罷工事件 他的時間有沒有夠長 有 影響的人數範圍是不是一樣多 是 但是華航的董事長總經理 有沒有被撤換的問題 沒有 今天蘇貞昌到立法院來 人家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沒有要討論人事的問題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要處理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雙重標準到什麼程度 當民進黨出面處理罷工事件的時候 他心裡面還是政治這兩個字 在2016年的時候 他利用罷工事件 趕快把藍營的當時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 不管他處理的好不好 當天如果可以迅速落幕的情況底下 你說處理的好不好 應該不算太差吧 但是得走人 這一次長達了七天 沒有任何一位要負責 當大家談到說 華航需不需要民進化問題的時候 不可以談 那還得了 民進化這一些位置怎麼辦 國營的時候我才可以掌控 這一些人事權 這一些可都是我的親信 我仇佣的人馬 每一個攤出來 這不是仇佣嗎 請問他們跟航空事業 有什麼樣的專業背景可言 都沒有 但是通通都可以被仇佣 坐勇的高薪 而且他們很厲害 坐勇高薪之後還想要告人 像這個謝忻李 這個當這個 這個誰 李明賢 李明賢 對 李明賢說他這個是被仇佣 還要喊告 你知道嗎 就是民進黨就是有這個本事 當他被仇佣 就點點就好 你拿到好處了 不是 他還可以這個 完全就是反過頭來要告人 這樣的一個姿態 所以你說民進黨執政底下 我們看到了什麼 真的沒有看到改革這兩個字 連罷工的處理 都可以是這樣的雙重標準 剛剛我們看到 那一字排開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那個畫面 真的是非常的難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七天當中 誰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照代理想要站在那邊的 我認為交通部次長 應該要在這張照片裡面 王國彩從頭到尾所有的協商 都是王國彩坐鎮在那裡 勞動部可能還不是是部長 是一個司長 是一個司長在那邊 中間的主要畫面 現在還有個內幕報導說 這個法官可以落幕 是因為勞動部的次長劉士豪 得到了勞工的信任 所以這個談判才能夠成功 所以是交通部的次長 跟勞動部的次長鞠躬結尾 這兩個次長 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升部長就好 是 如果他們這兩位這麼的厲害 然後為什麼最後收割 都是這些部長 排排站站站在最中間 然後讓大家拍照 請問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林家長當時也只是發發臉書 感覺他好像不能拿何乃軒怎麼辦 請問鄭文燦又做了什麼事情 照這樣來講一個地方政府 發生這麼重大的勞資爭議的時候 的確是鄭文燦他地方政府 桃園他要出面的 請問他出面了沒有 也沒有 也是放手也沒做什麼樣的事情 蘇貞昌標榜他出三就上班 這麼勤勞的院長 初四晚上就發動罷工事件 你出三就上班了 你怎麼會處理到現在都已經出幾了 長達七天的時間 這個事件才要落幕 的確剛剛大家分析都是正確 如果不是因為今天立法院 今天開議的話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恐怕還沒有那麼的順利 因為蘇貞昌有壓力 他知道今天如果這個事件沒有落幕 他今天在立法院 恐怕就沒有辦法順利的上台報告 在野黨一定會以這個事情 要求他要處理完畢 然後把大家的爭議都解決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件事情 到底蔡英文總統有什麼好發臉書的 你真的覺得你處理得很漂亮嗎 這當中有多少的旅客 旅行社 多少家人的行程 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包括我自己個人 我去日本的行程本來是華航的 初次晚上知道的時候 趕快就是改定國泰航空 沒有辦法 因為不知道這樣的罷工 會變成重要的情況 對 而且那是國會交流 那是正式的公共行程 又沒有辦法被延期 有多少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順利的改完機票 他是被突襲的狀況 他整個行程大亂 所以我認為 今天蔡總統的臉書 不應該是邀功 而是應該道歉 他應該要為這一些 高達2萬多名的旅客 還有旅行社 所有的人在這次罷工事件當中 受到影響的人 其實應該是要先道歉才對 而且他也應該要檢討 這樣的一個處理的過程 其實是有點太緩慢了 七天其實影響的太多人 他說如果政府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下次應該要怎麼樣趕進 而不是在臉書上收割邀功 覺得做得好棒棒 如果蔡英文總統 他是用著這樣子的心態 想要繼續去贏2020的 這個總統的選舉的話 我認為他不夠資格 因為他沒有真正體會 民眾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遭受到的不變 到底有多麼的劇烈 我還記得他春節期間趴趴走的時候 媒體問他罷工事件 一個字都不敢講 有兩個字 謝謝 對 結果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有講跟沒講一樣 一個態度都不敢表達 我覺得蔡總統 你這樣子還敢在臉書上收割 真的讓人家看得非常的搖頭 因為我覺得你們立法院 應該要負責 你們要少一點叫蘇貞昌 來立法院備詢 罷工就提早結束了 15號還太晚嗎 當時15號已經破所有立法院 過去開議的紀錄了 機師不開飛機 機師罷工飛機就飛不起來 航空公司就沒辦法運轉 空服員罷工 飛機也不能飛 按照規定也不能飛 所以飛機也不能運轉 如果地勤人員 包括機場的維修人員 地勢人員都罷工 飛機也不能飛 也都停擺在那裡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他們這次要求的就是 機師公會三年半以內 不能夠再罷工 但是如果空服員罷工 地勤人員罷工 我想華航還是要停擺在那裡 旅客的權益還是繼續受影響 2015年華航機師公會罷工 提出來 2016年空服員提出罷工 2018年機師公會再提出罷工 2019年正式實施罷工 2015到2019這幾年間 華航不斷的再提出罷工 這代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整個管理系統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管理系統使他的空服員 使他的機師 使他的地勤人員 有很多很多的不滿 那麼這樣的一個 嚴重的一個問題 已經不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停的罷工 而這個華航組織還不改嗎 林佳龍一開始他就說 這個組織有問題 結構性有問題 沒有現在說想都沒想過 對 好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都要解決 但是在這次的罷工裡面不談 我們先來看他們解決的幾個方案 就是提出幾個訴求的方案 第一個有關於外籍的政機師 兩年內不得聘用 這個很早以前 他們在內部裡面就已經反映了 內部裡面一直反映說 這樣不利於台灣本國 厚實華航機師的實力 這個是一個不利的制度 這個不需要罷工才得到正式回應 也就是說你管理高層 當這些機師都在告訴你說 如果你一直沿用 引用外籍飛行員 那你對於本國的飛行員 副機師 就一槓 兩槓到三槓 要升到四槓的 他們這樣的培訓計畫裡面 是不利的 對我們台灣的 民航的航空工業的實力發展 是不利的 這個是一個有科學論證的 但是管理階層不理會 一調到罷工的時候才願意接受 這個豈有此理 這個難道是罷工協調的功勞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一直在強調 十條所謂的疲勞航線 他們也願意按照機師的要求 說十條疲勞航線 願意按照機師要求 我們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的疲勞航線 跟華航的疲勞航線 跟長榮的 跟新加坡的我們在昨天 我們在前天 我們就一直在提出來 到今天不管是機師工會也好 不管是華航也好 不管是交通部也好 沒有告訴我們答案 也就是說疲勞航線 疲勞飛行裡面的現象 華航是比較嚴重 還是比較不嚴重 沒有答案 但是就說十條航線 那麼疲勞航線 那麼我們按照工會的要求 增加人員的飛行 這樣的一個情形 問題就是我們要的是答案 我們不是要的是你就妥協 或者是不應該妥協 我們要的是答案 也就是說什麼是標準答案 什麼是合理的答案 你要告訴我們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在於 你本身對於你的華航的 尤其是林佳龍 你一直在強調華航的結構 人事的管理階層 你應該要進行改革 你要給我們一個時間表 一個進程 結果在這一次的妥協的結果裡面 是不測換管理高層 原來你機師公會要的 我滿足你 一二三 然後我要的你要滿足我 就是不測換管理高層 不測換管理高層 就是核軟軒不用下來 等等整個華航系統的 這些政治任命的管理高層 都不用更換 那這就是罷工結束的標準嗎 罷工結束的要求嗎 所以我覺得有何功勞 有什麼可以誇要的攻擊 我看不到有任何誇要的攻擊 那怎麼罷工落幕以後 卻說這是偉大的功勞 我覺得不對 就是偉大的 rab蛛 怎麼罷工 jewelry disparities 發胖 說